嗯 兩個變數的積分 那 什麼叫做 兩個變數的積分呢 就是說今天我有一個 函數 fxy z.fxy 然後我今天 給一個區域好了 給一個範圍 d 這是一個區域 他是包含裡面的喔 包含裡面的 我把它畫一下 包含裡面的 今天我就要介紹一個符號 就是衝積分的符號 就是這個 d fxy 的da OK 就是 我們要 定義這個 define這個東西 那 這個符號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a 其實是area的意思 對area積分 然後是在這個 d這個區域上面做積分 所以最主要的今天的課程 就是要談 這個 這個符號是什麼 這是什麼 啊 第一個 談 discussed its definition 就是介紹他的定義 第二個呢 要來說 how to compute 介紹他怎麼計算 OK 第一個我們要談他的定義是什麼 他的概念是什麼 第二個我們要來計算他的 呃這個符號這個怎麼算這樣子 大家有沒有問題 OK 好 那首先我們來複習一下這個 單變數的積分好了 就假設有 y點fx一個函數 然後 我個區間 叫ab 你把這個剛才那個d 想稱的就是ab 我們用i這個符號來表示 就是ab 它這個區間 b區間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 我們可以用這個符號來表示 fdl dx好了 其實我們在之前的 單變數微積分的時候 我們沒有用這個符號 我們用的是這個符號 ab fx dx這個 符號 我們用這個符號 右邊這個符號 來表示這個積分 OK 但其實我們也可以用這個符號 來表示這個積分 這樣 那它積分的概念是什麼 我們怎麼去定義它呢 就是說我們把這個東西做切割 把這個 ab 區間做切割 x1 x2 就隨便選一些點 就做切割 我們就取這個x0 叫做a 然後取x1比x0大 然後一直取 最後一個點我叫x n 然後我就計算這個 矩形 假設f是正的好了 f是正的 假設f是正的情況 我就去計算這個矩形的面積 或是隨便取一個點 叫ci ci在這裡 取這個ci 它是接在這個區間裡面 x1-1 跟xi x1-3 然後就有一個高度 這個高度就是f的ci 這個矩形的面積呢 這個叫xi 所以這個矩形的面積呢 這個叫ai好了 這個矩形的面積 ai呢 就是底層高嘛 這是我的height 然后我的底就是xi-xi-1 就这个长度这样子 就deltaxi 底层高就是这个AI这个面积这样 那我就是把它加起来 这东西i从1到n 这东西是我的approximate area 所以根据定义就是subventioni从1到n f的ci乘上deltaxi 那我就是让这个partition切割 deltaxi趋近于顶 就是把切割越切越细 那它的极限呢 limitdeltaxi趋近于顶 subventioni从1到n f的ci 就是我的这个积分符号这样 a到bfxdx这样 我们有很快的时间很快的 来复习一下断变数积分这样 那它的几何意义就是说 今天我的 函数 叫做fxy y点fx 那 这个积分的意义就是这块面积这样子 我当f是正的时候 f是positive的时候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 area of这个omega好了 我叫这个区域叫omega OK 就是 曲线下方 然后ab x轴上方 跟x等于a 跟x等于b 围出来的那个区域叫omega 那那个omega的面积就是我那个积分这样 当我含书正的时候 所以我们利用类似的想法 我们也是要来定义重积分 OK 定义重积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简单的 情况就是说 我的d呢 就假设是这种 假设是d呢 就是我的rectangle 就是ab乘上cd 这种情况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设我今天 这是我的x轴 这是我的y轴 这是我的x轴 x轴 y轴 这是我的a 这是我的b 这是我的c 这是我的d 我们用这个乘的这个符号 来表示这个区域这样子 就是这个区域 这个这个矩形 OK 就用r的语言是因为 它是rectangle 的第1个字 rectangle就是矩形 长方形的英文 rectangle 那我们就现在取的趋势这个 比较简单 下一步就是说 嗯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这个矩形的 假设有个矩形 r 那它的面积是什么 它面积就是长层宽嘛 对不对 那以这个例子来讲 它就是b-a 乘上这个d-c OK 这是area of r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会不会讲太快 OK OK好 那 今天呢我们一样嘛 z等于fxy 它的graph 是一个surface嘛 对不对 the graph 就是它的团数图形是一个graph 我们就考虑f是正的情况好了 它是正的 就是它是在 xy平面的正上方 这样 这是我的xy z 这是我的z 这是我的函数图形 它是一个曲面 我们单变数的时候 函数的图形是一个曲线 我们双变数的时候 函数图形是一个曲面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考虑的是这种 d d是我的一个 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就是我的rectangle 这样 是我的r rectangle 那 这个rectangle的正上方 就是我的曲面 所以它围出来一个图形 大概是像这样子 我把它画在下一页 大概就是这个 这是我的r 这是我的z等于fxy OK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立方体 但是因为 今天我们的z等于fxy 它不是一个平的东西 如果它是一个平的东西 就变成立方体了 但如果今天 它不是一个平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平的曲面 这样子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弯曲的 那它就是一个有盖子的 你把它想像成 这是一个屋顶 这是有盖 这是它的盖子 这是盖子 这个 我把它用 红色板画的 这是盖子 OK 就是你有一个 立体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想像说 你有一个立体的东西 立方体 然后你用一个刀子 把它切下去 这样子 用一个刀子 把它切下去 切出一个曲面出来 就是一个曲面 z等于fxy 然后你把它切过去 然后跟它 结出来的那个面 你考虑这个面 它你想要算出 它底下围出来的体积 是多少 这样 就是你那黑色的部分 z等于fxy 是你那个曲面 然后你把你的曲面 想像成是一把刀 然后这把刀呢 划过这个立方体 这样子 然后它这个面 就是这个 这个部分 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这个 这个部分 那今天你想要去找到这个find volume 这样子 你要找到这个volume 这样子 OK 就是由 这个面 几个面 一个面 两个面 三个面 四个面 还有底面 这样子 它们几个东西 还有这个面 围出来的体积 这样子 你要怎么算 想法上来说 我们也是 类似像前面那样子 就是说我们把它区域做切割 这样 那我们用立方体的体积去逼近 这样 所以如果今天 我们有一个立方体好了 这是我的立方体 这是我的ABC 这是立方体 那它的volume是什么 它的volume就是 A乘上B乘上C 它的体积就是 底面积层高嘛 这是底面积 这乘上高 这是height OK 这是length 这是width 长层宽 就是底面积 然后在C就是高 这样子 那就立方体的体积 那今天我们 就是想要对 R这个区域做切割 这是我的R 我们怎么做切割呢 这种切割稍微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就找很简单的切割 就是说 这叫A 这叫B 我们就取一些点 X1 X2 点点点到Xn 减1 就取这个A等于X0 小于X1 小于Xn等于B 我就取一些点 然后把这个AB区间做切割 同理 我们也是一样 这个东西叫做C 然后这东西叫做D 我们也是做切割 取这个叫Y1 叫Y2 然后 做一些点切割 最后这个D 我叫做YM OK 就是Y轴上面取M个点 然后X轴上面取N加一个点 所以我的C就是我的Y0 接下来我取的是Y1这个点 不好意思 最后那个点我令它叫YM好 所以我就会把这个 我用不同颜色来画好了 我就会把这个区域做切割 就是这些点呢 它就会把这个 矩形做切割 就是切成很多块的小矩形这样子 所以每一块的矩形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再标出来一下 就是它的坐标位置 这叫XI-1 这叫做XI 然后这叫做YJ-1 这叫YJ 所以这个R 我们就定它叫RIJ RIJ其实就是什么 我们如果用我们那个 乘的那个符号来写的话 它就是 XI-1 XI 乘上YJ-1 YJ 这样子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符号来表示 这个RIJ的坐标这样 那 马上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面积呢 这个面积呢 就是长层宽嘛 我的ΔXI 就是等于XI 减掉XI-1 DELTA的YJ 就是YJ减掉YJ减1 那长就是ΔXI 那长就是ΔXI 这叫ΔXI 这宽就是Δ的YJ 所以它的面积就是ΔXI乘上ΔYJ 就是这个面积 底面积马上就可以算出来 接着呢我们就在其中 RIJ里面选一个点 叫做CIJ CIJ 随便选一个点叫CIJ 那我们就可以定出我们的高了 这是我的底面积 这是我的RIJ 那我的高呢 我就是利用那个 利用那个CIJ这个点 决定它的高度这样子 把CIJ这个点带进去那个曲面里面 带进去那个函数里面 那这个高就是F的CIJ这样子 OK 所以你那块黑色的 我画出来这黑色的体积 V呢 叫VIJ好了 它就是底面积乘上高 OK 我们就选一个CIJ这个点 就是在这个曲面中选一个点叫CIJ 然后决定了一个 这是我的函数图形 Z等于Fxy的图形 然后 我就带点进去 我就用那个东西当做我的高度 然后切成一个 立方体 然后这个立方体的体积呢 就是底面积 底面积在这里 乘上高这样子 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根据 我们类似我们之前的想法呢 那个Approximate Approximate Volume呢 就是等于 summation的IJ VIJ Aproximate Volume 前面我们要算的区域的体积 它就是等于这个summation的IJ OK 然后F的CIJ A的RIJ 这样子 这是我们的B进的体积 所以我们怎么去定义 我们就把它切割越来越细 就是把我们就考虑这个ΔXI 趋近于0 ΔYJ 趋近于0 就考虑它们那个切割越切越细 越切越细就是说 我们考虑的这两个东西是趋近于0 这样ΔXI 趋近于0 ΔYJ 趋近于0 所以我们根据定义呢 我们就定义这个东西 ΔXI 趋近于0 ΔYJ 趋近于0 summation的IJ F的CIJ A的RIJ OK 我们就定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定义成这个冲击分 在R上面 对F XY DA 这样子 OK 我们就用这个符号 来表示这个极限这样 就是用这个 我把它红色的把它圈起来 我们用这个符号 红色圈起来这个地方的这个符号 来表示这个极限长 当F是正的时候 我们得到就是那个体积 就是 几合一 meaning 我写更好一点 Geometry meaning of这个 这个 重积分呢 它就是Valume of这个区 就是我的Z 等于F XY 跟这个 矩形那个地方圍出来的 就是这个区 立体的那个区域呢 它体积这样子 就Z等于F XY跟那个矩形R 然后他们围出来的那个体积 就是我这个重积分的几合一 那今天 我在定义这个里曼积分的时候 这叫里曼积分 这叫做里曼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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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曼Double Integra 因为它是重积分 其实我们在定义这个重积分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要求F一定要是正的 就是我们可以根据F 是不是正这件事情 它是不是正这件事情 不是那么重要 就是我们只要定义这个 有一个函数 然后 我有矩形 然后做切割 我一样可以选这个点 我一样定义这个里曼盒 直接取极限 我们一样可以定义这个重积分 OK 那这个重积分 它的几合意义就不是那么清楚 这样 但当函数是正的时候 函数是正的时候 函数大等于0的时候 重积分就是那个体积 这样子 当函数是负的时候 它也是有意义的 函数是负的时候 一样就把取负号 就变成是负的体积 所以当它有正负号的时候 你就要稍微的 就像是我们在单边书积分的时候一样 就是 就是当你的函数有正负的时候 它围出来就不是面积 而是有 有符号的面积 这样 你要看那个区域 是正的还是负的这样 OK 到这里没有问题 你们可以类比这个 单边书函数的去想吗 就是说 当函数是正的时候 它算出来就是体积 函数是负的时候 就是负的体积 可是它有正负的时候 你变成你要区别 它正的部分是怎么样 负的部分是怎么样 那它是正负的 那个体 就是有符号的体积 sine 我们叫sine volume sine volume 就是它是有符号的体积 这样 它不是真的变成体积 这样 这概念你可以理解吗 到目前为止 就弹数是正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是体积 这样 但是弹数是负的时候 它是体积的负值 这样 所以它 你要看它一般的重积分 就是它有正有负的时候 你要看它重积分 它那个几何意义 就不是那么清楚 这样 好 我们来看个例子 我们现在D这个区域呢 我现在用这个Rectangle的意思是 只是让你去理解说 它的定义怎么算 其实你一般的区域 你都可以做类似的东西 我们就 现在就举一般的区域 就举一般的区域就好了 就是这个 D我就取的是这个 XYX平方加Y平方 小于等于1 所以它就是一个Disk 它是一个圆盘 好 我们取D是这个东西 那今天我想要算这个Compute 这个 这重积分 根号的 1-X平方-Y平方 DA 我今天想要算这个积分 这样 那怎么算 我这个题目跟课本的题目不一样 但我觉得这个题目是更好 这怎么算 好 我们给你 一分钟的时间想 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 他的 答案是多少 我点人好不好 讲一下这个积分怎么算 重积分怎么算 我现在没有跟你讲怎么算 对不对 都没有跟你讲 我只是讲定义 可是我们怎么从定义 就知道他可以 他的答案是多少 根据定义 你注意到这边 那根号都是正的函数 大于等于0 非复 他都是非复的函数 大于等于0 提示在这里 然后这个重积分是什么 他指是多少 你注意到 更快 就是跟我讲一下 又回答 又回答 好 秦瑞你回答一下 秦瑞你回答一下 我就 为了让 为了让你不要在那边 打那个线上游戏 所以老师要 点你一张 赶快 答案是多少 会不会算 会不会算 你可以用麥克风 现在我们可以用麥克风 我很认真在上课 好啦 你很认真在上课 那答案是什么 等一下喔 好 你这个怎么想 怎么想这个问题啊 怎么想这个问题 假设你不要算好了 你怎么去想这个问题 先不用算 你会怎么想这个东西 先对X partial 或先对Y partial 为什么要算Partial 我们这个积分 Partial就是 对一个变数积分 然后再对另外一个 你确定吗 不是啦 我们好像目前为止没有教这个东西 没有教这个方法 没有嘛 怎么算 他说 这是个半径为一的球体 呃 对半径为一的球体 呃 对然后 但是它 不是球 不是啦圆柱啦 圆柱 它也不是圆柱啊 我就说了这个跟课本不一样 哈哈 你看课本的话回答就完蛋了 不要找我 不要找我 蛤 谁 秦瑞秦瑞 嘿呦 赶快赶快怎么想 对对差不多了啦 差不多了啦 就是你想像它是体积嘛 对不对 它什么东西 因为它是非富的嘛 它是某个东西的体积嘛 哦对啊 它盖子是什么 它盖子是什么 我们不是有个z等于fxy 它盖子是什么 我给你一个提示 我写在 我写在上面 z等于fxy 就是根号的这个 1-x平方-y平方 它曲面是什么 这个曲面是什么 z等于根号的1-x平方-y平方 对啦 对啦 它就是半圆啦 它就是半圆啦 半球啦 半球 它是一半而已啦 那刚好这个d这个部分 就是下面这个地方 d就是它 就是你的 黃球要再乱给我提示啊 你就自己想就好了 不要提示 你就看 可以自己想嘛 就是 它就是球 球壳嘛 z等于f 根号的1-x平方-y平方 它就是球壳的上面嘛 那这个d的部分 刚好是球壳的下面嘛 你觉得它围出来是什么 你可以看那个荧幕啊 我已经画给你了嘛 它就是 所以是什么 它画出来是什么 球的一半而已啦 它没有负号嘛 没有这一半嘛 对啊 这边是负的 根号的 1-x平方-y平方 上面是 根号的嘛 1-x平方-y平方 所以 它没有负的部分 它只有上面 上半球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算出来 体积就是只有 这个就是 它这个区域就是什么 上半球嘛 对啊 所以这个体积是什么 就是上半球的体积嘛 就二分之一的球的体积嘛 球的体积是什么 三分之四的πR三次方R是1嘛 就是这样 三分之二π 可以吗 π 好 OK你可以 你可以的 好 各位同学这样有理解嘛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想这个东西 就是 呃 可以理解吗 如果可以理解的话 给我个赞好了 好 所以 呃 我们是希望能够多一点同学 我们有这样的互动啦 然后 呃 虽然感觉好像比较拖时间 但是我们想要多一点思考 毕竟线上课程跟这个 跟这个 呃 实体的课程还是不一样 你们还是 你们讲话的时候 不用担心别人怎么看 你知道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今天 我们虽然 还不知道怎么算 可是根据 它的定义 我们可以知道说 当函数是正的时候 大于等于的时候 它就是围出来的体积 OK 今天我们 也不一定要举行 我们可以一般 可以算面积的区域 就可以围出 那个 z等于fxy 跟下面一块 d这个区域 我们可以围出一个立体的东西 然后 函数是正的时候 围出来就是体积 就算是你不知道什么 什么计算的方法 你根据那个定义这个概念 你一样可以算出这个体积来嘛 对不对 那 最近有一个很红的题目 就是在 脸书上讲一个红布条 然后你可以去那个 去那边吃 吃内用的这个 我有贴到脸书的群组嘛 对不对 然后其中有一个东西 它就是用 r的方选 几分之0 然后另外一块是 有个根2分之1的根号 如果你们记不记得 那个题目就是一个 -2到2的 题目总 我看一下 这个 x3四方 cos的2分之1 加上2分之1 根号的4-x平方dx 同学看过这个题目嘛 对不对 有吗 有都看过吗 那这个部分积分嘛 前面这部分积分是0 因为它是 呃 就是这个 乘上这个 它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它是一个art function art function 在这个对称区间积分是0 所以它真的只要算的是这个东西 根号的4-x平方dx 其实如果你有看这个题目的话 它其实就是 对照我们今天要谈的东西 那 我们就知道说 -2到2 y 等于 根号的4-x平方 它其实就是 圆 圆的上半 上半圆而已 那今天这个东西 -2到2 根号的4-x平方 就是这块 圆 跟-2到2 这个区间 圆出来的 那个面积 这样子 所以很简单 面 2分之1 半圆嘛 2分之1 乘上πr平方 πr平方 R是半定是2 算出来就是π ok 那其实你就把这个题目其实对应的就是刚才那个地方 这个-2到2 根号的4-x平方dx 你把它想象成是这个-2 我们可以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根号的4-x平方dx 它圆出来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的体积 要把这个面积 那同样道理 你那个重积分D 根号的1-x平方-y平方的da 它其实就是 它其实就是 你就把它想象成是这个东西 它就是怎样 D是下面这一块 这是z等于根号的1-x平方-y平方 它就是 上半 球壳 那它是上半球壳跟D 围出来的这个体积这样子 ok 上半球壳跟D围出来的体积就是这个东西 一样嘛 它就是类比 这两个 这个 这个1跟 一个勾跟两个勾 它其实是类比的东西 那 现在讲这个东西 大家有清楚了吗 就是 可以理解的吗 ok 那马上根据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 马上可以推一个推论 推论 课本不是这样讲的 但是我们马上根据我们这样观察 马上可以算这个东西 如果你是对1积分 在某个区域中 对1积分 算出来是什么 ok 马上可以知道这个答案 告诉我 告诉我 对1的积分 会是什么 你们可以用答字的 你要想喔 就是我们现在思考就是 我们现在课真的很慢啦 但是我想要带大家多一点思考这样 我现在对1积分 我现在对1积分 对 就是 这个区域的面积嘛 那相集合上来说 它就是这样嘛 就是你的D是这样子 D是这样 你就是 把D想像是一个圆 然后它就是高度为1 你就做出一个圆柱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体积就是什么 这个圆柱的体积就是 底面积乘上高 就是AD 区域的面积这样 所以如果今天呢 我们就看个例子 今天D 叫做 一样嘛 一样我就取这个例子 我最喜欢的例子 X平方加Y平方 小1 那今天 对1积分 算出来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Pi R平方 OK 那这有没有问题 可以吗 沈秦瑞有问题喔 我看你丢了哭脸 有问题吗 秦瑞 还是你在刷那个存在感 OK 所以马上就可以 知道 某一些特定的积分是什么 就算是 我们不知道 怎么去做计算这样 所以 next 当然说我们知道定义了嘛 就是要说 how to compute 这个重积分 OK 可以吗 下一步 我们当然就是要问说 我们怎么去计算 这个重积分 我现在讲的顺序会跟课本 或是方式会跟课本有点不太一样 那 我们 等一下练习的时候 我们会用课本的题目来练习 但是 我想要带大家一种思考 就是说我们今天 第一个知道定义之后 下一步很自然的 就会知道说想要办法 想办法去算 这个东西 所以下一步 我们怎么算这个东西 我们先看个例子 就是 at first we consider 这个 D 就是Rectangle的情况 OK 可以吗 我们先考虑 这个 D是Rectangle的情况 就是 R就是这个 我想要在AB 乘上CD 上面做积分 这样 OK 下一步我们就想怎么算 我们有带什么公式 公式都是推导出来的 那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推 公式 其实它不是 不是什么公式 它就是单纯的 它很简单 它是根据它的想法 就可以算出来 好 我们怎么去算这个东西 怎么算 我用红色来代表这个去面 好了 不好意思 我用这个 这是我的Z等于Fxy 好 怎么算 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 上学期的时候 微积分 在谈体 不 不好意思 是这学期的 这学期在谈体积的时候 我们怎么算 就有一个区域 然后 不好意思 我们是不是就是考虑 把它放在X轴上面 就是把它那个中心 假设它有一个中心轴 想像一个中心轴 把它放在 我的 X轴上面 跟X轴偏行这样 然后假设这个点A X叫X 好了 然后 我就根据那个中心轴 是可以 接出一个 面来 然后这个面积 叫做AX 对不对 记不记得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体积怎么算 Volume 其实就等于什么 假设这个叫A 这叫B 我们就是把面积做积分 有没有问题 记不记得怎么算 记不记得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我们把每一块看成是 一个小的 这种圆柱体 底面基层高 这个高就是DX 是我的AX 对不对 可以吗 记不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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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那 这个东西想法上来说是类似的 我们就是 你看我们马上就X走了 我叫这个点 叫X 你看 把画过去 这我叫X 固定X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解 我用绿色好了 用绿色的 用绿色看比较清楚 就是绿色的点 这就是我的X 然后有一个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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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会结一个面出来 对不对 我固定一个X 我把X 我把X 固定那个东西 想成是一把刀 好 X等于C X等于C 想像是它是一把刀 那至少把刀 然后有一块 吐司 这是我的Toast 然后绿色的这个东西是一把刀 把它切过来 它就切出一个面来 好 这个面是什么 正面的 正面画出来 这个Toast的这个面是什么 就假设X等于C好了 这样比较容易看 这个曲线就变成Z等于F C的Y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这是我的Y 这是我的Z 对不对 绿色的这个东西 就是C把它带进去 X等于C带进去 所以它那个Curve 这个Curve 就是Z 等于F CY 好 那 一样嘛 我们现在用举行嘛 这个点 叫做Y等于C 这个点叫Y等于D A 这块绿色的面积 叫A of C 好了 是什么 但面数微积分我们刚讲了嘛 就是它是 C是常数 带进去 Z是Y的函数 那今天我想要 算这个面积 假设F是正的时候 算它面积 这个积分应该是什么 这个面积是什么 放个人好了 有没有回答的 有没有回答的 诶 李秉瑞在吗 回答一下这个面积是什么 绿色那块的面积 C到底的几分 F的CY对不对 对Y的几分 对不对 是这样子 没错 没错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单变数积分而已 然后它是ZY的 YZ的函数 那今天是对Y的几分 OK 就把C当作是常数 不好意思 不要叫C 我还是叫X 不好意思 叫X 固定X 因为我这里又有C了 不好意思 我这里有C 我就不要叫C OK 所以那个AX 那个面积呢 我现在画出一个 这个东西来 这叫AX 这叫AX AX会算 然后 它是一个Toast OK Toast是从A到B嘛 对不对 根据我们的那个 单变数 微积分算体积的方法 这个体积马上就是什么 A到B AX DX 这样 可以吗 我一开始不要用C 因为这里有C 我就直接就用X这个符号 就是固定X 然后解出来那个面积 就是这个AX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C到底 F的XY的DY 这个解面积是这个 这个解面积是这个 所以体积就是这个 所以体积就是这个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重积分呢 AB乘上CD F FXY的DA 它可以这样算 它就是AB AX的DX 那AX 叫做 C到D FXY的DY 到这一步 有没有问题 同学 没有问题 给我个赞好吗 好 OK 那 今天呢 我的 我切不一定要 对AXO切 我可以对Y切 对不对 就是说 我原本 我刚才是切绿色 我可以这样切 就是 我用另外一个颜色 我可以这样切 我就固定Y 固定Y FixedY 那我原本可以切出一个面积 对不对 然后 我叫B 好了 这BY 我把它画出来 好吧 我画在这个 画在这个 这是我的X 这是我的Z 平面 这是我的Z 等于FXY 这是Fixed 这是Fixed 这是我的C 这是我的A 这是我的B OK 那我的B 我这个面积叫BX好了 BX的面积怎么算 BX的面积 BX的面积 接下来 接下来 BX的面积怎么算 BX的面积怎么算 我现在Y是固定 我现在Y是固定的 我现在Y是固定的 所以Y是常数 它是一个F 这是B 这是B 这是我Y轴 C到D 所以这个体积呢 一样嘛 就等于C到D B ofY的积分 不好意思 耽误几分钟 所以这个重积分 又可以另外一种写法 又可以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C到D B ofY Dy 那B ofY是什么 A到B F XY DX 好 那我们先休息几分钟 等下再回来好吗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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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